好啊 我们这张要上圆哈 这是这张上圆 那16.1呢 就上圆的什么 哦圆的标准式可以吗 好什么是圆呢 是上这个东西啊 OK啊 我们这张是上这个圆哈 好一切关于圆的东西 是在这张会分享 OK吗 那首先呢 圆的话呢说 OK 他说求圆心为的半径为师的圆方程式 好了 好 来 圆的表达式有几种呢 好了哈 圆的表达式 他表达式可以吗 圆是这样嘛 他表达式有一种叫标准式 OK吗 好 待会儿再跟你讲啊 先跟你讲一下 另外一种叫做什么式 我们这个课本嘛 高中文科课本 大概就两种 一种叫做 一般式OK吗 他可以表示成这样 OK啊 好 后面再跟你讲OK吗 好了 什么意思呢 好来 我们第一个啊 第一个16.1 是上这个OK吗 上这部分 OK 上第一部分 后面的话 应该是上第二部分 然后16.2 OK啊 好来 他说一个圆的圆形为负1 2对不对 好 半径为师嘛 对不对 半径为师 请你找这圆的方程式 好啊 第一个方法 我先跟他推理一下 第一个方法 我们用推理的 OK吗 好 假设你圆的想 你的圆形叫A好了 好 你圆上任何一点 会动的点吗 OK 这PXY OK呢 AP永远就等于4嘛 AP永远是等于4对不对 所以这种P最后 手手会轨击对不对 它的Locus 它轨击是一个圆 OK吗 点到点距离是固定嘛 好是一个圆 好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AP啊 他永远等于4嘛 对不对 半径嘛 好AP怎么算 好 两点公司怎样算 X-X1对不对 负1的平方 加上Y-2平方 是等于4对不对 好 所以两边取平方啊 好 OK 耶 对不对 是等于16了 好 这是圆的 这个什么标准 是啊 我们把它展开来 哈 你算到这里 也可以啦 那个都可以接受 OK 你算到这里 可以啦 或者我们把它展开 可以啊 所以X是平方 加2X加1 加上Y平方 减4Y加4 是不是等于16对不对 好 整理一下 所以X平方 Y平方 加2X 减4Y 以上整理啊 5 减11 等于0 OK啊 那没问题啊 好了 所以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写到这里 啊 我这样写这里好了啦 不要跳谱 干嘛 这里呢 反正还有空间 你写X平方 加Y平方 加2X 减4Y 15 减掉 15 减51 等于0 OK 好 你写成它的圆均啊 就是星晋式嘛 就是圆星半晋 这标准式或一般式哈 这东西叫做标准式 可以吗 圆的标准式 可以吗 它的表达方式嘛 这个呢 叫做一般式 可以啊 OK 没问题了 好了 所以写了两个都一样啊 这里这里都可以 好了 所以就这里啊 好 偷偷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好 里面用到一个工具在哪里呢 两点的距离要记得啊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两点的距离 假设A叫做XA YA B叫做XB YB 好 知识点要会啊 好 不然讲起来又有点辛苦 OK吗 XB YB 好 那我们的距离怎么算 AB的距离怎么算 记得两点距离就是所谓的必识定理了 OK吗 好 这个相当于后面减前面哦 只要B表达 XB表达 这高减低嘛 YB 减 YA OK啊 好 这必识定理 对 OK吗 所以AB等于B是定理 是等于YB 减 YA XA sorry 加上 YB 减 YA 的平方 OK吗 好 所以就结束了 No problem 好 就这样啊 第一个 两点距离公司 要懂了 好 第二个呢 好啊 以后啊 因为我们说这个圆嘛 以后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啊 好了啊 如果给你原型半径 我给你原型HK啊 我给你半径 请问圆的方程可以这样算 啊 我们就推理哦 AP是哪一R 好 所以AP的距离公司到好 是这样 啊 P设它为XY OK啊 好 来 XY啊 P设它为XY咯 好 我们要X-H平方 加上Y-K平方 好 两边取平方 把根号砍掉 OK啊 -K平方 等于R平方 好 以后我们看到这东西 就知道原型了 或者看到这图 就知道这个式子 OK 互相的啊 我给你A 你会找B 我给你B要找A 所以这两个是互相的 OK吗 我给你这个 你要把上表达 哦 它是一个圆 原型为HK 令它0 令它0 就是HK 啊 半径 这R平方 所以半径就是R OK啊 所以以后我给你这个图 你要表达出这个式子 我给你这个式子 马上是要图 OK啊 好 字体的重点是在这里 OK啊 No OK啊 OK啊